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主之食物ABC 这个系列都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 是时候要抱头了 首先要多谢大家对这个系列的支持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才可以继续下去 好了,第一次看这个系列的朋友 其实我最主要是想将这个食物科学 和一些主食的小贴士、小知识分享给大家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食物ABC 部分A的问题 为什么蛋白煮一煮下会变白色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蛋白是什么组成的 其实蛋白是由水和蛋白质组成的 里面是没有脂肪、没有油分在这里 脂肪、油分在哪里出现呢? 就是鸡蛋黄出现了 鸡蛋黄这件事我稍后再说多些 不过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蛋白 蛋白里面的蛋白质 它们的分子本身是沾在一起 黏在一起,很紧的乱七八糟 在这个蛋白未煮的时候 热力是可以将这个乱七八糟的鸡蛋白分子 慢慢把它摊开 就是慢慢摊开了 摊开了之后 它就会将它附近的水和空气包起来 当它包起来之后 它这个形态就会改变 而改变之后颜色也会改变 于是乎蛋白会煮之下变成白色 就是这样的意思 还有,有时候我们去做这个鸡蛋白 或者打蛋白的时候 我们本来将那个蛋白打下变成白色 咦? 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个发蛋器 在打的时候 它是有这个磨擦的 和那个磨擦 和你的兜出现这个磨擦 那磨擦就会产生热力 而那个热力 就会将那个蛋白慢慢煮熟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发蛋白的时候 会变成白色 但不会像烧蛋那样 会变成白泡 好了,说起这个发蛋 其实你在哪个兜里做这个发蛋 也很有研究 如果你在一个玻璃兜里打这个蛋白 其实需要的时间更长 因为玻璃和发蛋器 你磨擦出来的热力 是不够你在一个铁兜里做这个发蛋的程序 产生更加多的热力 所以你的兜也很重要 还有,你打蛋白的时候 如果你加些酸的东西下去 会帮助这个蛋白质凝固 所以有时有些食谱 就会叫你加些柠檬汁下去发蛋白 甚至乎有些食谱会叫你加些Cream of Tata 可以加上去帮助这个蛋白更加容易成形 好了,那我们要谈谈这个蛋黄 刚才我不是说会继续谈谈吗 其实当你在用手打这个蛋白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你一滴蛋黄里面 你尽量不弃它 因为你会打不起这个蛋白 为什么呢? 其实蛋黄是充满脂肪和油份 因为脂肪和油份会阻止蛋白质形成波波 所以如果你打蛋白时有一滴蛋黄是会打不起 所以你要打蛋白时一定要确定你里面没有一滴蛋黄 还有煲一定要非常干净 因为你有少少油也会打不起 还有要提提有时会加糖 有很多人会说不如一早加糖再打蛋白 不可以的 也会打不起蛋白 你一定要打起蛋白到一半开始形成白色 接着才加糖再打 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加糖反而可以巩固蛋白质去形成一个确实的状态 所以程序、时间、步骤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鸡蛋真的有时讲一世都可能讲不完 因为实在太奇妙了 这个食物 咦?说了这么久你都没订阅吗? 啊,这样都可以的 你看不出 好,部分B 究竟用大火高温去煎封这个牛扒 是否真的可以锁住肉汁呢? 答案是 不 是不是打破了你们很多煎牛扒的概念呢? 真的啊,是封不住这个肉汁的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这样做呢? 其实呢,你大火去煎那个牛扒呢 会产生一个叫梅立反应 那梅立反应呢 就会令到这个肉更加香口 更加美味的 那但是,是真的封不住这个肉汁的 因为呢 来想一下,很简单的 你大火煎一块肉 你煎到它表面好像硬硬的那样 其实呢,是将那些水分呢 是蒸发了的 那所以呢,你大火煎封呢 基本上你是将那些水分呢 是弄走了的 那你怎么会还可以锁住那个肉汁呢? 你反而令到肉汁是会流失的 OK? 越煎得大火内呢 越干柴的那个牛扒 那所以呢,煎封这一样东西呢 不要为煎封咯 我觉得是将那个表面 用煤腊反应这一样东西呢 做到它更加美味 更加美味的 那至于真的要留住这些肉汁呢 是在什么时候才做到的呢 就是,你要将那个牛扒煎完之后 让它休息 等它休息之后呢 它会将那些肉汁呢 再分发在不同的地方 让它的肉放松 那时候呢 那个肉的每个部分呢 就会充满那个肉汁的了 其实要留住的肉汁 是煎完之后休息的时候 才是最紧要的步骤 来到最后一条问题了 朱古力变了白色之后 可不可以吃呢 答案是 可以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棒呢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朱古力 朱古力呢 其实虽然它是甜品 很多糖 但是呢 里面的水分呢 是很少的 所以呢 它可以形成细菌的机会呢 非常之低的 那还有呢 朱古力里面的可可豆呢 其实呢 它有很高的抗氧化能力的 所以呢 形成细菌的机会呢 又是非常之低的 不过不同的朱古力呢 存放日期呢 就有些不同的 譬如说 黑朱古力 就是dark chocolate 基本上呢 你可以就是 保存得好的 你存放两年都可以的 但是牛奶朱古力啊 或者是白朱古力呢 就存放的时间呢 就比黑朱古力呢 是减半的 因为呢 它里面呢 多了些牛奶 那些乳脂肪呢 就可以呢 令到那个朱古力呢 容易一些变酸 变坏 变坏 好了 那说回这个 这个朱古力 上面那层白蒙蒙的东西 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有两款东西的 第一款呢 就是有机会呢 就是 朱古力里面那些脂肪呢 那些脂肪呢 就开始凝聚在一起了 那凝聚在一起了 就会开个表面 看到它越来越大块 那你就会见到白蒙蒙 这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会较为普遍一点的 就是那些白色呢 其实是糖霜来的 因为呢 你的朱古力呢 存放得不好啊 你放在一些 温暖的环境啦 又或者是一些 潮湿的环境啦 那呢 它就会在朱古力表面呢 出现一些水分 那些水分呢 就会将朱古力里面那些糖呢 融了出来啦 那接着融了出来之后呢 那些水其实会蒸发的嘛 蒸发了之后呢 那就剩下一些糖呢 在朱古力的表面呢 那接着呢 它就变了白色啦 所以呢 那朱古力表面呢 有些白色出现了呢 绝对不是发霧 只不过呢 有机会是脂肪啦 又或者是一些糖霜 血精在表面呢 所以呢 你储存朱古力呢 就最好放冰箱 或者一些物实盒 里面放了一些 食用的防潮包 这样呢 你的朱古力呢 就可以放久一点 也都不会 所谓的发霧啦 ok 好了 这一集的食物ABC呢 又到此为止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啊 记住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就是like 下次见 bye